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拼行程强攻新北市战线 前一天新店座谈中话讲一讲 突然天外飞来一句 冷不防标出 如果我们没打那一枪 像重提去年五都选战 受到连胜文枪击案的冲击 蔡英文发觉口误 马上改口申请镇定 没想到口误连两天隔了一晚 一大早南下新竹辅选 选区讲错了 我们也要向各位拜托 在新北市 而在新竹市 我们的立委 然后选人张学顺 枪击案挂嘴上 连辅选的地点也讲成新北市 蔡主席对新北市还真的念念不忘 主席你累了吗 但是我其实我是比较觉得说这个还好 险击都会这样 马上就也会这样 但是因为他这句话实在太敏感了 他说我们如果没有打那一枪 那这一枪意思就是说这是民进党干的 民进党主席这样讲 我们如果没有打那一枪 那大家看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是两个地点 前面那个地点我觉得他会讲错话 因为他很逞强要用台语讲 但是台语不是他的母语 台语不是蔡英文的母语 他完全不专长 所以他讲 我们如果没开到那些七千 就自己是讲不轮转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 因为台语台下大家都听得懂 一讲你的意思就变成说我们如果没有 但如果没有开那一枪 我们如果没有去开那家 你就把自己陷入那个 所以他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你当然可以用这个来 可是蔡英文这个不是讲 这个枪提案不是第一次 他已经联系两三个礼拜到处讲 然后讲如果不是有那个枪提案的话 这场选战是我赢了 朱立伦怎么会赢我十万票呢 他一直在放这个名义 你怎么发现 当然 其实他讲错话了 他为什么讲错话 他应该讲说 我们如果没有打那两千 我们抓到 对吧 抓到罗代 没有总统 没有总统 我们抓到没有总统 我要强调的是说 他在消费这件事情 潜意识在讲这个过程中 可能台语是他的母语 只是不是他主要的语言 因为他没练等 那这种状况的情绪之下 他不经意的讲出这句话 我认为他还在消费 其实1126 连胜文枪击事件 大家都想要找到真相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 因为那一枪 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 哇 怎么可以枪击 然后把票拱高了 让绿营的落选 走在台中跟新北 可是另一种说法是什么 因为那一枪 有人说 哎呀 怎么可以这样子 绿营的支持者 又凝聚起来了 现在没有办法 适合苏格来讲这件事情 可是为什么蔡英文 要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他心中的矛盾 他心中的矛盾 他还在新北市说 没有关系 我上次在新北市输了 我未来当总统了以后 我还可以在新北市服务 可是你们知道吗 他在新北市买的房子 他从来没有回来住 他说他在新北市落地生根 跟萧美琴说 在花莲落地生根 三个人说要去廟 三个人说要去廟 三个人说不好意思 我说是要放掉了 大家听着没啥啥 我是觉得这样不好 而且你是要选总统大会的人 再讲这句话 如果他讲的是真心话 检调要介入 检调要介入为什么 你说我们不怕一起 表示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我是开开玩笑 不要去介入 三只小猪都被他们炒作起来的话 如果你任何一个人去问他说 你想那句话什么意思 他又要大做文章了 又说选举打压 白色恐怖 又跟刚才我们讨的那些论述 又结合在一起 我是不希望有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董哥说 说错话 这个常常 我觉得马英九总统 前一阵子比较累的时候 也说错话 我们不去苛求这一点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 就是这几个礼拜 我们观察苏扎权也好 蔡英文也好 他们在谈话的逻辑 其实在台北 就是这个蔡英文在新北市 在台中苏扎权在他造场 两个人 大家都提到了 就是那一枪 他们现在把这个 连胜文的枪击事件 去解释五都选举 为什么他会败北 的一个说法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见二顾的 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告诉大家 国民党有傲步 所以其实这都是有很多 从意义在里头的 所以问 我当然认为 蔡主席是口误 那民意雄刚刚开玩笑 不要板检真的去调查 我就昏倒 有时候检察官 他听到一半 他就冲出去了 那这个枪击案 有没有真相 我认为是没有 当然有两个部分 我一直挂在心里 一直没有办法解开 就是说 这个买民党被抓到的时候 他在判锁 他就指明 叫那个黑狗 对一开 说黑狗一定要来 黑狗没来 我不要问 所以黑狗还真的跑来 那黑狗是陈宏远的总監事 总監事跑来 那这个部分板检 板检有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团 板检没这个材料 我就直接跟板检的检察长蔡碧云 因为蔡碧云他是不会办案的检察长 不会办案 他会写文章 常投书商业周刊 他是幕僚出身的 也只能干这种事情 第二个疑点就是说陈宏远的爸爸 在侦察庭里面 然后检察官说 这样子你讲了那么多 那买臉的收押 不然我叫买臉来跟你对职好了 曾宏远的爸爸 马上往门口跑 用跑的 你是走会大 陈铭兄 陈铭兄 你走一天 你走 董哥如果说有人误会我 然后陈铭义说 陈铭义说 那我找陈铭义可以对职好了 你叫他来 我吃青饭等你 你叫陈铭义来定对职 怎么有人说我要跟你对职 他赶快跑 那你不知道跑什么 检察官也无动于衷 就说有这么回事就算了 所以这个案子我认为是没有破 反正最后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但董哥我之前有个议题 我讲了好几次也没有人理我 我把它当成我的结论好了 明年的1月13号晚上如果开枪 怎么办 陈铭义你打开去 319 你现在看起来你觉得319 投票前一天总统大选 有人开枪你会觉得很奇怪對不對 开两个子弹 然后总统肚子这边 然后副总统膝盖那边 1126连胜文被人家这样子 从那边打出去这样子 你们都觉得不可思 那我现在讲明年的1月13 我是违言耸听吗 我回问你现在讲我 我跟你讲如果这种事情 大家还会去恐惧他 这一枪子是严重伤害了 台湾的民主 其实当天下午连胜文在我车上 3点到5点 他说明明我要回台北去帮忙 还有龙斌他说我没有在跑清 然后后来他怎么去我不太了解 到今天为止 连胜文我的好朋友 心中那个结都解不开 这种事情谁愿意发生 我觉得蔡英文不断地在消费这件事情 就伤害台湾的民主 而且你现在是候选人 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暗示这次选举有可能 而且前一阵子他肇事说什么 国民党又要用传统的选举 他还强调不是奥坡 那表示什么 不是会选就是枪击 你是一个候选人 你现在做的方法 跟宋主席刚才的指控一模一样 都是感觉你生活在恐惧当中 告诉大家台湾的选举 可能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不道德 而且你是个候选人 总统大选 你不断地暗示这种事情 是不道德的 民党也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1月13日如果开枪怎么办 就继续选 选民都已经疲乏了 绿的也被中弹过 藍的也被中弹过 都疲乏了 1月13日还是有人开枪 不管谁中弹 然后1月14日我们再跑去投票 反正你自己说 算机就是要开枪 不是 这个台湾当然不能落成一个 是每到重大选举就有黑枪世界 这绝对不容许的事情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确实我们看到了 现在台湾有很多人都告诉 会有一种恐怖的出现 宋楚瑜告诉我们大家有恐怖 蔡英文暗示我们有很多的恐怖 我们听听看您的看法 台北的赵小姐 赵小姐您好 请说 陈正胜 陈正胜说 他教连鼠叔 不要戴什么 戴安全帽 戴口罩 还要戴小巷子交易 小董我只知道 那个毒品交易 跟那个走路工 都是在那个小巷子 臭水沟旁交易 那第二点 陈正胜 你不是说金刚怒 而邪魔消吗 你把那个宋楚瑜讲成救世主 那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陈正胜我觉得你的鼻子 最近越来越长 好 OK 其实陈委员没有在我们节目 但是由此可知 这些话多么发人深行 台中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请说 2000年的时候 我 我有联署 那我也支持宋楚瑜 2004年我也持联署费 一直到现在 我也有参与联署 我联署书很好笑 我住台中市 那我是台中市的花莲人 我们的信箱那边就有 就有联署书 就是因为我们的信箱是 像人家那个走路工的话 都可以投的嘛 那我就拿了我就点了 可是我真的很想跟 那个宋楚瑜这样 是 嗯 你没有被迫害 真的 你支持你的 还是会支持你 只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不想要投废票 是 马云九加油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先生 他以他的说法是 他有联署 宋楚瑜先生 可是没有受到迫害 然后他要投马云九 这是一个自由 这是一个自由 维持一个独立猜选人 这是对的 不是对 后最后就是马云九加油 重点是 一个独立猜选人的选举 很多 我也要过非常多 是 他说啊 他希望这样选举比较热闹 那他 我遇到好几个 而且呢 跟我说他是联署宋楚瑜 他觉得比较热闹 但是他票要投马云 其实就像许荣署女士 也在联署啊 我觉得只要有资格的都来选 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中华民国 国民的权利 好 新北市的张先生 张先生 你好 请说 好 是 张先生 可以讲啦 可以 请说 欸 宋楚瑜 你很可怜 你很可怜 当初两千年的时候 你为了 李政匯 总统接见我们 跟总统夫去 跟我们说 不能让我们外星人做总统 但是呢 我们很坚持 投你一票 是 你都不会去 你说是谁 跟着你 做动你 选这种总统 而且你 後面 做到这个 之前做到这个 切莓道 你们够切莓 谢谢你的意见 来下一通电话 高雄的李小姐 李小姐您好 请说 我要说的 就是说 这个宋楚瑜 他就是在做 与蔡英文 一定有两个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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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 他一直说 在新北市的造势场合 都一直在讲说 枪击案 联盛文的事件 他可能暗示性 就是说 可能国民党有奥部 或说那一次的枪击 倒是民营党在五都选专里头败北 但是我今天看到联合晚报的这个标题 其实我有点纳闷 就说现在蔡英文的这个目标是抢攻北二都 蔡英文凸显的是理性问证 我不晓得这个到底牵连是在哪里 就是在台子上 以讲说 就是因为我们开的那一枪 或者是说把宋楚瑜先生的这个联署 有民意党同志的加入 从之前非常严峻 完全不允许到现在说是全民服务 跟这个图写理性问证的这个中间的关联 他现在要执政 他不是要问证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周姐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到底现在蔡英文主席走的是什么路线 她是走的理性路线吗 其实基本上她是一个 从我的了解 她是一个没有什么自己主张的人 从两国论开始什么做 国王会谈发言人拜托 后面做她帮她写剧本的人 都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真的 她其实金木宗说她可爱 我觉得她有的时候也不可爱 因为很自负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她做 她是一个纯就是做学者 就做论文研究 你看她那个十年正康 有的干吗 最近也不好意思讲了 上次讲了一个晚上 人家都不理她 所以她根本就没有这个 一个领导人的魅力 就像苏贞昌讲的 她没有能力领导 她自己心虚 心虚 结果呢 就为自己将来会落选 赶快找个理由 是不是 就是说可能会发生枪击案吗 或者说可能会发生 那个奥布吗 她 她是不是在心理上面 有一些自我安慰 或是自我催眠 我不知道 至于台北市跟这个新北市 你们这所有民调不是都说 北北基 是最那个 马英九最稳定的这个地盘 而且最可能是这个 气送宝马的地方吗 北北基不是最厉害的 你又要到南部去什么 中部地区去耍狠 叫苏家 苏家全去耍无奈 然后你又到台北来 跟都会女性来这个结合 这是不太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 这个蔡英文被检验 其实还没有开始 这个民进党都不太了解的 国民党那几个选举的这个筷子手们 当他们静静的的时候 搞不好又在想其他的招数 因为国民党现在在躲风暴 躲他那个什么和平协议 那个天外飞来的一颗石头 那蔡英文明明知道 他的杀手剑是什么 两岸政策中华民国 就这么简单 你不讲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对九二共识将来如何 延续你所谓的两岸政策 你不做说明 你以为台北的都会女性都那么笨吗 这个台北的 这个北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都会女性 是这么容易糊弄下去的吗 但是我们现在就说 他不讲这个讲枪极 这个其实董哥我觉得 有点廉价耶 好像这个枪极就是很戏剧性 大家说对对对民意党会输 都是因为联盛文那一枪 就是这样子给选民不断的洗脑 对啊 所以这里面在强化 包括说国民党会用奥母 就是说 表示说这是国民党的奥母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就赢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要选民赶快联记起来 就是说国民党一定是出奥母 不是出枪就是出钱 就是意识在暗示这样 但其实是不是这样 不是 那他强调理性 这个是理性吗 日本学者说他可爱 这个是可爱吗 从民国89年到民国96年 阿扁执政这八年里面有七年 蔡英文有四年做陆委会主委 然后当中再去做部分期立委 再去当行政院的副院长 请大家想一想 有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一件就好 展现过蔡英文是有人力的人 讲一件就好 就说他处理哪个事情 特别展现出能力 有啊董哥 不分区的名单多么坚持 不分区本来不是他 周点最清楚 他的不分区是怎么来的 不是 他现在提的不分区名单 他很坚持 他的不分区的委员 他自己在最新的自转里面 自吹自擂的自转 说是民进党找他的 那陈水平也相呼吁 事实上是台联的 以前的一位高层 他非常愤怒 他跟我说 是因为台联找他 结果他不肯做 他就跑去这个跟陈水扁说 台联找我 陈水扁说台联找我 结果陈水扁就 就陈水扁不是就把他找去了 他还要入党 结果呢我在部乐阁写了以后呢 嘿嘿 就他隔了两天呢 他公开讲说 公开主动讲出一句 台联有找过我 所以这个人太多 你知道他当委会主委的时候 他当了四年的时候 他们民进党不是有个立法委员 叫周会一吗 对对对 不是跟他同党吗 周会一的他先生是谁 蔡有权 蔡有权啊 蔡有权在电视台节目 公然说这个家伙 他选新北市的时候 他们到我们家里面来拜访 希望我们帮他做这个拉票的 装脚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周会一 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他们可能当过同党的同志 但是我们看 这是很清楚的 解释了蔡英文这个人的空性菜 好所以我们也很了解 蔡英文的这个 林瑞图议员在我们现场 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理性问真 跟蔡英文最近老师 把这个枪击案放在嘴边 我们必须说蔡英文为了选举 也变了 还是这是真正的他 原来他是讲这样子 但是他讲这样 我记得最近的报纸 一直在想说蔡柏能到长大 读大学蔡柏能 洋葱炒办 他怎么 因为我认识他的父亲 根本就不下厨房了 蔡杰森老先生 根本不会下厨房 怎么有蔡柏能这个事件 那你身为一个要以后将来 万一真的是让你当选 台湾的总统不要 你是不愿意当中华民国总统 我知道 你要当台湾总统 你也不应该一直把那个枪 拿出来一直弹 对不对 你们一直拿枪 这个会让我们社会整个又疯狂了 说实话蔡英文 你说实话你们家老家在屏东 你去美国的时间都 几次都比去屏东的次数还多 你今天我们也不能怪他 蔡英文一天到晚都是讲过 国语英文 他们叫做普通话叫做国语 他台湾话他不会练 所以他说台语的时间 就不说工业的时间 也不说他 減到比他说营业的时间更少 这个小孩现在比到月 比到我经常在说这句话 我有一位朋友经常在说 我们这个小孩是参与比那样 不是贵北部 参与贵政府都集结不自在 不就没办 不是这个小孩 不带到没得到 是 不论你贏了嘛 你讲青 要讲univers 我跟南波聰姐 酷酷姐說到這個不分區的博文 當然是蔡英文新書 但是董哥其實友台 因為他們要拱蔡英文 去分析蔡英文的優點 蔡英文的優點不是不能分析 但是我覺得蔡英文的缺點 我們也要提一下 他說在書裡面說什麼 本來要找他當金千惠主委 當國防部部長 當駐美代表 還說有人2007年 就是林聰跟謝陽嶺 你打個去 就有人說你去選總統 還有人家要選總統 2007年 是 我請問大家這個話能講嗎 能講不能聽 不是 這個話其實是不能講的 對 你如果在官場混的話 我們說我是總統 我說你要去做部長 你不要就算了 你頂多到你最後老的時候 回憶錄可能帶個兩筆 你這時候講出來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就是蔡英文 這大觀眾說 我本來要去做什麼做什麼的 結果我通通都沒有去 他告訴人家他夠這個格 阿扁要找他駐美 外交第一把就是駐美 國防部長 總統就是國防部長 陸委會主委 這三個剛好是總統最主要的權利 不相信你去看 周一庫的部落格 裡面就把你分析了 然後阿扁馬上在 獄中馬上寫一個 他回應 回應馬上呼應他說 對對對 他講的都對 我跟你講這兩個人一唱一和 一唱一和到什麼地步 剛剛阿土講 他爸爸怎麼會下廚 還會做洋蔥炒蛋 笑死人 阿扁那時候要嫌棘士載票 你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跑得很深入 阿扁說 我們要弄一個讓大家覺得說 我自己值得支持的 他說 他在民國七十年 當台北市議員 他把它寫成一本小書 然後有人就送禮 送給他烏魚子 他不曉得以為是木瓜桿 然後就隨便把他晃著 那個書的名字就叫 木瓜桿與烏魚子 說你看 他是都純樸的鄉下人 木瓜桿跟烏魚子都不知道 然後就獲得很多選票 就這樣來的 第二本書寫說 他家小時候很窮 然後他家牆壁上 就都是一些阿拉伯書字 他小時候不曉得是什麼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他爸爸欠人家的錢 都寫在這樣 你看 就說哇 賺人熱淚 蔡英文的洋蔥炒蛋 到小英店當 其實在複製這個 但是請看蔡英文的財產多少 他為什麼要挺蘇家前 因為他財產比蘇家前多好幾倍 房子比他多更多 楊明山有房子 新北市 契顏買的 四千萬現金買兩棟打通 敦化蘭戶 會見澎淮那邊一棟 至少六千萬 敦化蘭戶的房子 然後 明竹東路跟中山北路交會口 那一棟七成的 過去林瑞圖在那邊 我跟林瑞圖在那邊認識的 北七海霸王整棟是他家的 阿圖我們認識就是在那邊 二十幾年前 就他房子多得不可深屬 他的財產比蘇家前多好幾倍 等下我們再次看相關話題